受人之托,中人之事,是基产管理的本源,然而,现实中总有妖风在作怪。 2017年,银行业17万一资金违规,工农交建,扑发,民生等,所有银行几乎无以庆免,纷纷排队领罚,P2P更是连番栅磊,一租宝,中建系,弹亚系,四代高反等,纷纷崩塌,上百万投资者却本无归。 故事更是牛短熊场,割韭菜,炒作,违规资金4亿出没,腰风横行,市场乱象重生,中央连把多到金台,重点治乱。 今年4月,中央甩出史上最严资管新规,愤怒打破钢队,打破了规通道,全面从严监管,7月又把不资管系则,全面督促资管新规的落实。 而今天,仅仅过了三个月,中央别再次发文,资产管理终于要回本溯源了。 01资管新规配套细则出炉,26万亿资金彻业无年,昨晚半夜11点,证监会突然发布了资管新规的配套实施起则。 1. 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,及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运作管理规定,并要求,自己日期立即实施。 3. 证则除了要求统一法律关系,统一监管标准,确立卖者尽责,卖者资付等基本原则,界定业务形式,厘清资产类别,强调防风险之外,还规定。 1. 加强投资者是帮信管理,投资于非标准化资产的资管计划的最低投资金额限定于100万元。 2. 试度放宽私募资管业务的展业条件,包括降低投资经理、投研人员数量要求。 3. 允许资管计划完成备案前开展现金管理。 4. 优化组合投资原则,完善非标债权类资产投资限额管理要求。 5. 统一证券期货经营机构,管理的全部资产管理计划,投资于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的资金,不得超过其管理的全部资产管理计划净资产的35%。 5. 考虑私募股权投资业务特殊性,在初始募集期、建仓期、委托资金投入期限等方面,基于一定灵活性。 6. 允许商业银行资产管理机构、保险资产管理机构的担任资管计划的投资顾问,推动平等准入。 7. 扩度期、新老化断。 7. 扩度期结束后,对于缺因可殊原因,难以规范的寸量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,以及未到期的寸量非标准化股权类资产,金证监会同意,采取适当安排妥善处理。 7. 突然间,大坝举起,无数人一声冷汗,一场金融监管风暴来袭。 数据显示,截至2018年6月30日,基金、证券、期货、字幕基金等资产管理规模,为纪约53.07万亿元,而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专户业务规模12.33万亿元,证券公司及产管理业务规模15.28万亿元,期货公司资产管理业务规模约1630亿元。 这意味着,28万亿资管市场,将彻业无眠,零二间管风暴来袭,通道业务将彻底堵死。 从7月份的资管新规,到4月份的资管细则,再到如今的资管配套,不知不觉,中国资管市场正在掀起一场风暴,很多人以为,这场风暴的关键是打破钢队,从此买卖自由,盈亏自负。 实际并不是,早在2013年,打破钢队又已被广泛讨论了,不允许理财产品以承诺宝的榜收益为学头进行营销,也是早已实行的标准了。 资管新规打破钢队,实际只是顺道在以破个门上再踢一脚而已,这场风暴的核心是掐断传统通道业务。 什么是通道?众所周知,由于各种政策原因,很多项目,银行都无法直接受信贷款,银行理财也无法直接进行投资。 但非金融机构,尤其是私募类资管产品,对投资的限制却宽松得多,但如果不是高评级的上市为银金融机构,融资渠道往往非常少,自由成本非常之高。 在换业经营,本业监管的环境下,一些机智的银行人惊喜地发现,银行竟然可以投向信托计划,信托又可以投向资管计划,甚至普通资产,简直欣喜若狂。 于是,双方联合,银行将资金投向信托,在金信托之手,将资金投向原本无法投入的行业,比如房地产,再通过合同约定,由银行自己承担风险。 为银金融机构只扮演通道的角色,银行借到走账,过程只收取极低的通道费。 这种手段,无疑让银行的客户覆盖范围,获得了无限扩大,银行业因此赚了盆满钵满,金融业和房地产业,也因此爆发性增长,坐上了经济周期的快车道。 但却已凝聚了巨额风险,出来混是早要还的,资产新规规定,金融机构不得再为其他金融机构的资管产品提供投资贩卖、杠杆等通道服务,资管产品最多只能再投资一层资管产品,不得进行嵌套,无疑打破了银行业的通道美貌,一手凉凉,送给所有在合规边缘上走钢丝的资管人。 资产管理终于要回到受人之托,中人知识的管理本人上来了,零分无规矩不成方圆,金融市场作为一个高风险的行业,没有合理的规则,注定难成气候。 中央规定,资金不能进入哪些行业,几个要守的那些规矩,往往都是从全局和长远的角度考虑的。 但资本适血,人性贪婪,金融机构总想方设法钻空子,建立一条条通道,变相违规,大获体力,自以为得计。 却不止,中央早对一众金融机构的小九九了如指掌。 等到资管新规轰战而来,打破钢队,尽是承诺宝本收益,打破通道,严禁资金变相违规空转,成为整个行业的规范。 无数金融机构无疑早已措手不及,虽然中央给了缓冲期限,但那些迷途深陷的金融机构,恐怕意识难以自拔。 甚至有可能成为这一场金融整顿风暴的牺牲品,身后有欲望缩手,眼前无路想回头,等到此时再后悔曾经的贪恶无业,只怕为是万一。 金融行业要想走得长,走得远,就必须永远牢记风险,牢记合规经营,不则总有走错路,被打倒的一天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